这个台铁北回线传出的重大意外 是一辆树林发现前往台东的408次太鲁壳号 那从今天上午9点35分通报状况之后 到现在目前已经经过了要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当然现在目前的救难单位都还在路上 那有部分的乘客是已经被花莲 另外还有台东等等地区的消防单位给救了出来 那当然在国军的部分现在也出动人员来救援 包含台北新北也都出动了人员来救援 那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花莲县的秀林乡和人断的清水隧道 那第一时间其实是有多节车厢倾斜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我们手边收到的最新消息 是这个大清隧道其实是有两个铁轨 一个是北往南 一个是南往北 那在北往南的部分列车是已经卡住了 现在是改用南往北的轨道改成双线通行 那现在根据我们记者在前线所掌握的 是有部分的列车是已经可以行驶了 那第七节的车厢部分呢 在稍早我们给你的报道 其实在第一时间呢 因为受到冲击的缘故 所以其实是有变形的状况 但是第七节的车厢呢 根据我们记者所掌握到的最新资讯 是受困的旅客已经可以开始离开隧道 那我们同一时间也跟你统整一下 现在目前有关于救援的最新资讯 在北市的消防局是派出了救难队员 在第一波将会派遣5车20人 另外还有10台救护车 另外是以每车两人的方式来做派送 所以在人力资源的部分呢 现在各县市是都持续的不断在做这个调整 那另外呢 总统蔡英文在第一时间接到消息之后 也指示了交通部要做紧急应变处理 那现在目前交通部呢 也已经成立了紧急应变中心 那林家龙部长呢 稍早也有所指示 也指示了指挥官进驻这个应变中心当中 那除此之外呢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针对这起事件呢 也是指示了交通部长林家龙 另外还有内政部长徐国勇等等的 来进行紧急应变 包含交通的疏导 另外还有伤者送医院之后的一些后续情况 现在目前都在梳理当中 那整起事件的经过 倘若您现在加入的话 这起事已经由台铁跟消防局证实 而且我们的记者正在前往现场的路上 是一辆台东 树林发车前往台东的4084泰鲁阁号 在上午9点多的时候 行经花莲县秀林乡和人断 清水隧道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呢 还是有救难队员持续到现场来去处理 但实现目前的现场状况到底如何 我们赶快先带您知己 我们的火车撞到这个卡车了 对啊 整个火车已经 和平隧道 这边是什么地方啊 清水隧道这里出灶况 整个火车已经爆销了 我的手还好没断 哇 转到卡车了 卡车掉下来了 哇 转到卡车掉下来 火车都已经变形了 前面的车厢 全部都变形 还好我是后面的车厢 我在第四车 车厢 清水隧道 我们现在清水 清水这个 这个路段 完了没有 没有 前面的火车已经点掉了 可能一定有伤亡 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 感谢观看